1. 断开电源 手动转动螺旋轴 先后拆下锁紧螺母上两颗碎饼螺钉 2. 顺时针搬动调节手柄 退出螺纹连接段 水平缓慢抽出螺旋轴 3. 可以配合转动大皮带轮 以方便抽出螺旋轴 4. 拆卸镣斗法栏和三通连接螺栓 取下进镣斗 5. 拆卸三通与减速箱的连接螺栓 6. 拆卸减速箱盖上部的四孔盖螺栓 7. 取开四孔盖 8. 取下减速箱盖内隔板与箱体内部连接的螺栓 注意 务必要先取下该螺栓才能搬动减速箱盖 9. 拆卸压板 螺栓和大三角带轮 10. 拆卸减速箱盖与箱体的各连接螺栓 11. 拆卸减速箱侧面与各个轴承盖连接螺栓 12. 撬松减速箱体和箱盖的缝隙 13. 取下减速箱盖 14. 拆卸减速箱体与基座的连接螺栓 15. 取下轴承盖 16. 依次取出减速箱内短轴齿轮 长轴齿轮 17. 确保三通和减速箱分离 以便取出大齿轮 注意 所有齿轮组件均应轻拿轻放 以免磕碰损伤 影响使用性能 18. 取出减速箱内所有零部件 拆卸及完成 19. 准备开始装配 注意 后43大齿轮装配方向 大齿轮有密封圈一端 朝向进料三通 20. 按照正确位置 先装入后43大齿轮组件 21. 然后装入短轴齿轮组件 22. 再装入薄43齿轮组件 23. 装入减速箱与进料三通的连接螺栓 24. 装入减速箱与基座的连接螺栓并旋紧 25. 将减速箱体对盒面清理干净 涂抹密封胶 26. 缓慢放置减速箱盖 对准螺丝孔位置 27. 装配轴承闷盖 旋紧连接螺栓 28. 旋紧减速箱盖和箱体的各连接螺栓 29. 装配二轴通盖 旋紧连接螺栓 30. 装配轴承通盖 旋紧连接螺栓 31. 注意 一定装回减速箱盖内格板上这颗固定螺栓 32. 装配减速箱盖上部式孔盖 并旋紧连接螺栓 33. 在长轴齿轮周端 安装进料机构的小微带轮 压板及螺栓 34. 在短轴齿轮周端 安装大三角带轮 压板及螺栓 35. 水平缓慢装入螺旋轴 同时 手动搬动大三角带轮 以便螺旋轴 轴端平键对准大齿轮建槽 36. 反时针转动调节手柄 将螺旋轴上调节螺栓 左旋螺纹旋入机架 并调整出顶厚度 37. 依次旋紧两颗碎饼螺栓 38. 放置浸料斗 并紧固料斗与三通浸料口的连接螺栓 39. 装好料斗微带轮上单根三角皮带 装配完毕 3. 余氏 50. 休息